再來看到月初 造成印尼爪哇島重大災情的 塞梅魯火山 十九號再次噴出了大量 煙塵 只衝高空達兩公里 印尼火山與地質減災中心指出 這次噴發形成相當厚的火山灰雲層 呼籲居民遠離噴發現場 至少在噴發半徑五公里內 不要有任何的活動 而且最好盡可能遠離河岸 以防可能有岩漿流出 路透社指出塞梅魯火山 月初的噴發至少已經造成了 至少46人離難了 而且還有多人失蹤 上千人被迫逃離家園